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焦虑 必定有抑郁 有抑郁 必定有焦虑 但不一定有失眠 有失眠必定有焦虑 介而必定发展成抑郁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一 人是因为焦虑才会导致抑郁的 所以当一个人发展成抑郁的时候 其前提一定有焦虑 但不一定会有失眠 二 然而 很多焦虑患者 抑郁症患者 绝大多数又伴随着睡眠障碍等问题 所以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一个人长期失眠 是因为有事情使他焦虑了 人焦虑了就会辗转难眠 长期的失眠又会影响心情和经历 故人的心情就郁闷了 直至发展成了抑郁症 不知你认同吗 今天我们来说说 焦虑症和抑郁症 失眠症 它们为什么联系得如此密切 这三者到底是什么关系 谁又更严重 到底是焦虑症严重 还是抑郁症严重 又或者失眠症严重呢 在于我看来 失眠症 是万病之源 一个人一天不睡觉没事 两天也没事 但是长期数月 甚至数年的失眠 这种折磨简直就是对人精神失戒严重的摧毁和拷打 如果顶不住这种折磨的痛苦 那么人就会彻底绝望 丧失信心 最后就会选择以轻生的方式解脱这种痛苦 所以 失眠症 远远大于焦 绿症和抑郁症两者加起来的痛苦 失眠的朋友一定要加以重视 一个人长期失眠 我们从中总可以窥见他在失眠前 肯定是有心事和压力 或者有惶恐担忧的心理的 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失去本能的睡眠功能 一般来说 一个人失眠前就已经存在焦虑 害怕 担忧的状况了 但是失眠又有积极的 那就是兴奋 比如你中了几百万大奖 高兴的睡不着 这种兴奋是良性的 所以根本不归纳 为真正意义上的失眠 我们所说的失眠是恶性的失眠 这种恶性的失眠 就有如我上面提到的一样 是因为焦虑 害怕 担忧所造成的 当一个人陷入到极度焦虑 担忧 害怕的时候 因为人的神经长期高强度的紧绷着 时间一久 就会严重影响到一个人的睡眠 甚至彻夜失眠 这种彻夜失眠固然是痛不欲生的 想想想 当一个人不能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 那漫漫长夜 将有多难熬啊 而在这难熬的现实打击下 失眠者还得面对第二天的工作 因为失眠 必然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效率 甚至一度造成了自己违米不振的样子 每天行尸走肉一样 心情就像那灰暗的天空 无法明朗起来 当一个人长期失眠 翻来不去 无论是树星星还是听歌曲 都仍久无济于事的时候 一般两个月 必定会发展成抑郁症 所以 睡眠对于一个人太重要了 睡眠好的人 万病远离TA 而 失眠 会引发很多心理疾病 也会引发很多生理疾病 说失眠是万病之源 一点也不为过 而失眠最容易引起一个人出现的症状就是 第二天精神憔悴 像双打的茄子一样 没有一丝活力 日积月累 失眠连续两个月 就会诱发心理疾病 这个心理疾病就是人人害怕的 抑郁症 那么为什么说长期失眠会引发抑郁症呢? 这里的原理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一种蔓延的病变 因为一个人长期失眠 抵抗力 免疫力都在下降 心情会低落到极点 人随之也会焦虑害怕恐慌 这些恶化的情绪体验 在大脑神经里 不断的刺激和超负荷的运作 使得大脑神经地质出现紊乱的现象 即 我们常说的大脑神经受损了 一旦受损了 人的情绪体验就是向下的 低落的 悲观的 绝望的 对生活不再抱有希望的一种负面消极情绪 就会萦绕在自己的大脑里 使得自己痛不欲生 心力憔悴 对于长期失眠的患者来说 都是前面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才会造成大脑神经受损 出现顽固性的失眠 对于那些失眠患者 如果失眠已经有半个月的了 那么就一定要进行干预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可能还没发展成抑郁症 所以 这个时候进行一些忠诚药的调理 是有很大可能性修复你的睡眠的功能 如果你的失眠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了 因为时间比较久 故这个时候 可能失时 某种药来调理 估计是不起作用了 这个时候 就必须进行西药来治疗 以此来修复你的大脑神经 西药服下之后 被我们人体肠内吸收 再通过血液输送到大脑里 进行对神经递质的分泌刺激和调理 进而使你可以安然的睡个好觉 一般来说 连续两个月的失眠 就已经是重度失眠症了 此时已经是难逃抑郁症了 所以 往往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 因为是大脑神经受损 吃中药是很难得到改善的 这个时候 请不要拒绝吃西药调理 越早吃对你的睡眠越有利 也就越能恢复得更快 建议重度失眠者 服西药六个月 即可停药处理 一般来说 西药如果对你起到作用了 后续的几个月里 是一个加强巩固的阶段 不要私自认为西药失了一个月 你觉得睡眠好了 就把药停了 这是很可取的 一定要坚持服用半年 半年的服用量 足以修复你的大脑睡眠功能 如果你此时还在服用其他抑郁症的药 那么你的西药已经停了 而抑郁症的药 则继续服用 此时你服药的负担也减轻了 因为你停了睡眠的西药 继续服用抗抑郁症的药物便可 记住 睡眠的药吃半年就可以完全停了 而抗抑郁症的药则要吃一年到一年半才可以停 因为抑郁症是一个更顽固性的心理疾病 虽然睡眠很重要 但是抑郁症比睡眠更难治疗 但却不能否定失眠症不比抑郁者严重 痛苦 最后我还想提一点 假设一个人有抑郁症了 如果在服药期间 睡眠好了 情绪也不再低落了 轻生的念头都没有了 那么真的恭喜你 你已经进步了 药效已经发挥作用了 所以你一定要感谢自己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去慢慢熬吧 未来的你一定可以重建光明 安文阿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情感导师 心灵疗愈师 心灵疗愈公益者 作家 亲 如果您此刻遇到了情感烦恼 心理疾病的困扰 欢迎私信阿秋老师 阿秋心灵疗愈公益事业者誓言 在你最痛苦的时候 要相信这世上总有一种心灵的疗愈药会疗愈你 图网络